与此同时 深陷超额持股事件争议的当事人阿战巴基 还是如常工作 他今天到首都曾江河蓄水池工地巡视 当媒体要求阿战巴基回应超额持股争议时 首席专员只是挥挥手拒绝就开车离开 阿战巴基连日来深陷超额持股的泥肇 多方人马各执一词 简不断 理还乱 但是当事人不受风波影响 如常工作 今天在吉隆坡市长拿督斯里马哈迪 排水和灌溉局总监拿督纳希尔 以及反贪会副首席专员拿督斯里阿末古赛里 陪同下到首都华有花园 巡视曾江河蓄水池工地 阿战巴基表示 2015年发布开发指令时 蓄水池因为无法容纳多余的水而引起争议 有人声称蓄水池被填土 不过初步调查发现蓄水池没有被覆盖 不过反贪会已经指示吉隆坡市政局 任命合格的估量师 重新测量增江河蓄水池的实际面积 以确定蓄水池是否被部分覆盖 或成为发展商开发的一部分 阿战巴基与幕僚巡视完毕 坐车准备离开时 媒体要求当事人回应超额持股事件 阿战巴基挥挥手拒绝 驱车离开 阿战巴基早前被指手握一家上市公司 大约200万股 存在利益冲突 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已经表明将展开调查 阿战巴基解释 是兄弟使用他的交易账户购买股票 承诺会配合调查 以证明清白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